大家好,这里是瑶瑶,这是我为WiWiBic发射的小模型的视频 然后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模型 我上次不是拿一个红色的杯子盖着吗 然后其实就是关水水的,有关水的 然后上次让你们猜啊,你有没有猜到喷泉呢 估计会有人猜到的,一定有人猜到的 有人猜到的话那就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虽然没有奖品能给你,但是就只能说一下了 你下次跟我说,你猜到了就好了 好了,然后呢,这个喷泉话说是这个样子的 喷泉里面呢,感觉是从一个杂志 就是婉转乐高的那个《建筑之美》的杂志里面看到的这个喷泉 但是我是做了一下改进,真的改了很多 因为呢,它本来中间只是一个水柱样子的这种东西 然后后来我就把它改成了四个水柱,有点像喷泉的样子 然后告诉你这水柱怎么搭 我先拿一大堆这种圆的,比较小的圆的,然后是透明零件 然后上面再搭一个雪糕的零件,不是冰激凌的零件 下面是本来有天筒的吧,就是冰激凌的零件 因为看上去要像爆炸的样子 那个汽车,火车的那种什么东西,那种气,什么烟啊什么的都可以 都可以,蒸汽都可以用这个来做的 然后我做了三个白的,然后一个蓝的 这个蓝的是放在这里的 然后呢,中间的话,因为像水嘛 上次我不是做了一个壶吗 这个壶是长这样的 因为这个壶里面的水是很平静的 差不多是很平静的 那那个喷泉里面的水它可能会溅出来 你是看到我喷泉的 所以说呢,为了模仿那种水的效果 我就用了这种零件放进去 就是拿那种透明零件,而且是圆的 随便你是那种透明零件 就只要是蓝的,并且很小的那种透明零件 或者白色的,或者直接是全部都透明的 然后直接扔进去,扔进去,扔进去,扔一大堆 然后呢,就好了 不用什么技术含量的 你只要想扔什么就扔什么 好了 给你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呢 然后外面这一圈的话 可以搭一个底下的那个样子 反正你可以搭一个平板在下面 然后这是一个圈的样子 当然你可以搭一个,如果你没有这种零件的话 直接可以搭一个方形的喷泉 不是喷泉 好像是喷泉 哦,好像数个年对是喷泉 然后呢,你可以搭一个方形的 但我感觉圆形的要比方形的好看 好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是瑶瑶为你拍摄的视频 拜拜 拜拜